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妹子和舒尔小哥 那对男主俨然就是一副脑残粉的姿态 这条腿是我的 这句CP太多我已经站不过来了 不过考虑要男主跟舒尔那么玩的来 我觉得小哥胜算比较大 毕竟右手配中拳 幸福到永远嘛 诶 等一下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东西 不过妹子也是花吃的可以 男主为了熟悉游戏世界的局势 就让他帮忙找一份世界地图送到自己的房间里 结果这妹子分分钟就开始头脑分棒了 送地图 地图炮 送炮 你说这两货成全跟两个挂件似的 恨不得住在男主腿上 这也就是男主亲功好啊 不然丘陵给你磨成盆地 我让你大 除了四个NPC以外 男主还应用救美收了一个美女徒弟 那个徒弟妹子本身是膝下的公主 离家出走却遇到了铁花贼 多少秒 三十秒 你踩的是吃花 十二十秒你数的是太低吧 就你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别去采花了 先去男科医院找同主人看看吧 三十秒先生的采花之旅当然以失败告终 男主及时出现救下了妹子 确定了两个人的师徒关系 然而男主并不是唯一的穿越者 同样穿越到游戏世界中的 还有之前被男主带着升级的人民币妹子 她也是本篇的女主角 只不过男主刚穿越就被人陷害 不得不扮演独步武林的大魔头角色 而女主则在阴差阳错下 成为了统领正派的武林门主 说起来女主能够当让武林门主 其实还是多亏了男主的帮忙 当初男主为了在他升级 让扫迪森给他传功 结果正在传功的时候 一道扇连批下来 女主穿越了就真的得到了扫迪森的功力 直接女主纵身一跃 左脚踩右脚 伴随着激昂的BGM 女主这就上天了 这一幕只好被外出六大的小王爷看见 一看女主飞得又高又快 立刻就死缠成非要让女主去当武林门主 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标准是选门主 还是选串天猴 总之男女主两个人 虽然一起穿越到了游戏世界 但在幕后黑手的挑活陷害下 不得不开始了表面相爱相杀 暗地邪手调查的冒险之旅 你个王八蛋 公主大人 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啊 游戏是一代人的回忆 从80后的十七时代魔力宝贝 到90后的传奇奇迹 从梦万七游到魔咒世界 从道塔到罗亚路 再到今天收到的天龙八部 游戏呢还在更新 我们却已经长大了 曾经另一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激动与回忆 如今也变成了酒后闲聊师的谈资 那些一行并肩作战过的战友 也就像歌里唱的 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偶尔还会回到游戏里面逛逛 看更新后的暴风城 看看大汤边上的葡萄山 背包里的宝宝还在 却已经很久没有位了 列表里的好友还在 上次对话却已经是几年前 那些灰下去的名字 也许再也不会亮起 就让他懒得放着 当作纪念青春的墓碑 被酒墨丁抽水冻 捕出销的破炸箱 当时直到视频上